诗图行传20章28节 诗图行传20章28节 28节我们一起念 预备开始 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 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 也为全群谨慎 牧养神的教会 就是他用自己鞋所买来的 这节圣经 我们只要谈到教会 一定会引到这一节经节 因为这一节经节就是教会的定义 大部分的人对教会 我们从小所接触的 对教会的定义 可能是一个敬拜神的场所 可能是一个建筑物 可是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 教会也不是只是一个敬拜神的场所而已 教会是什么 这边解释说 是主耶稣用他的宝血 所买回来的 那是一群人 因为保罗在这边 要当时的以福所长老去牧养神的教会 所以不会是一个建筑物 是一群人 那一群人有什么特色 用主耶稣的宝血 买回来的 那那个买 他的原文就是有买赎 本来是奴仆 但是赎回来 成为神的儿女 有这个意义 所以是神所救赎出来 用他的宝血救赎出来的一群人 才可以叫做是教会 那我们上次有谈到 什么时候被主耶稣的宝血救赎回来 就是当我们领受 那个独一的洗礼 因为使徒时代只有一种洗 照着他那一种洗 在圣灵的运行当中 救赎这个人 洗去他的罪 经过这样的洗礼之后 才叫做 才可以称作是教会 要不然我们 若没有经过这一种洗礼 我们顶多 充其量 称信耶稣的人叫做 信耶稣的团体 不能称作教会 因为教会要从圣经的定义来看 那如果我们在 可能是网路上 危机百科 或者是什么 你会看到他们对教会的定义 就是说 是一群敬拜耶稣的场所 等等 可是这不是 我们要回到圣经 因为教会这个字 是圣经里面才出现的 所以我们要回到圣经的定义去看 那这个救赎的概念 那教会这个字 新约才有 那旧约的选民 其实也是这个概念 神的道理不会变的 我们来参考诗篇七十四篇 诗篇七十四篇 第二节 诗篇七十四篇第二节 第二节 求你约上的一篇 求你纪念你古时所得来的会众 就是你所赎做你产业之派的 并纪念你向来所居住的西安山 阿们 在这边 这边讲到同一个概念 从圣经的角度去看 他说求你纪念你所得来的会众 那这个会众是神所救赎出来 作为他产业的 那最后一个 最后一句话 并纪念你向来所居住的西安山 在原文里面没有那个并 就是说 西安山就是会众 他是同位于 这个西安山就是会众 那这一群会众叫做 被神救赎回来 作为他产业之派的一群人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同样的一个概念 救赎回来的就是只有一群人 只有一个群体 那这是神所设立的方法 在各个世代当中 我们只要 若从旧约里面可以看到 只要谈到西安山 那根据这边 就是指着神所救赎出来的 一群人 会众 那在以赛亚书的时候 又解释得更清楚 来看以赛亚书五十一章 以赛亚书五十一章 十六节 我将我的话传给你 用我的手引遮蔽你 为要栽定诸天 立定地基 又对西安说 你是我的百姓 阿们 在这里很清楚的直接看到 圣经对西安的定义 叫做 神称西安 叫做他是他的百姓 被神救赎出来的一群人 本来所有的人 所有的世人 是活在这个罪中 但是因为今天天上的神 救赎他们出来 成为他的百姓 那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 圣经里面有讲 西安就是他的百姓 到了刚刚我们一开始读的 教会就是神的百姓 那从这里 其实也给我们一个方向 我们可以看到说 神说他看到 他栽定诸天 立定地基 那表示说 全世界是用神的手创造的 但是呢 全世界 全宇宙 这么奥秘 可是神的眼目 他只定睛在他的百姓身上 你会看到他把西安 跟众多的灾定诸天 天上的这些 甚至立定地基 来并行来看 也就是说 在神的眼中 就是他那一群人 最特别 他的眼睛就是看到这一群人 他的百姓 称他为西安 那我们也称作是教会 所以 万民当中 只有一群人 可以被称为神的选民 神的百姓 那我们若有这个概念 那我们今天 就来分作两个部分 来谈 第一个部分 我们就来谈说 所属来的团体 那从旧约到新约 这个概念一直没有变 那第二个 我们就谈 要怎么样 才能够成为 这个被救赎的团体 我们先来谈第一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 所属来的团体 从这个旧约 从旧约新约 神的作为 看到说 神所救赎的团体 各个世代里面 每个世代 就只有一群人 只有一群人 是神的选民 是神的子民 百姓 那这都是圣经的定义 那我们来看这个 出埃及记的十九章 出埃及记十九章 第五节 出埃及记十九章 第五节 出埃及记十九章 第五节 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 遵守我的约 就要在万民中 做属我的子民 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你们要归我 做祭司的国度 为圣洁的国民 这些话 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在这里 是当这些选民 神的选民 本来在埃及王法老的 这个挟制之下 那神要救他的选民 出埃及 那就是一种救赎的概念 那出埃及之后 他们过了红海 那现在呢 在十九章这个时候 是来到了西乃山下 那经过了这个 过了红海之后呢 神才向他的选民宣布 我救你们 那神你们要在万民中 做属我的子民 那要再归我 做祭司的国度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一个概念 是经过了这个 过了红海 那在新约当中 告诉我们 过了红海 叫做经过洗礼 那所以经过了红海 经过了洗礼 才成为神的 那独一的一群选民 那只有一群人 所以你会看到说 他说要在万民中 做我的子民 表示说在那个世代里面 只有一群人 叫做神的子民 其他的叫做万民中 那就是不是神的选民 那所以这个 就只有一群人 非常特别 那神的眼目 定睛在他们的 这个神的百姓身上 就是共同遵守 同一个道理 那要从 因为救赎的这个概念 本来是奴仆 现在要做 祭司的国度 那同样一个概念 再一次的 在生命记当中 被提到 来看生命记的第七章 生命记第七章 第六节 生命记第七章 第六节 因为你归耶和华 你神为圣洁的名 耶和华你神 从地上的万民中 拣选你 特做自己的子民 耶和华专爱你们 拣选你们 并非因你们的人数 多于别名 原来你们的人数 在万民中 是最少的 只因耶和华爱你们 又应要守他 向你们列祖所起的事 就用大能的手 领你们出来 从维奴之家 救赎你们 脱离埃及王 法老的守 在第八节的时候 我们看到 最后一句话说 从维奴之家 救赎 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守 在这个时候 是当时选民 要进入了迦南地以前 神透过摩西 再一次的向百姓 神的百姓 独一的选民 宣告他们那种特别的身份 叫做我是救赎你们 所以这个救赎的概念 那一直一样 只有一群人 当时就是所谓的以色列人 只有这一群人 是被神所救赎的 所以第六节 神才说 我特地从地上的万民中 拣选你 特做自己的子民 所以你也看到 很清楚的一条线 一个叫做神的子民 另外一个叫做地上的万民 中间有一条很明显的 那个分别的线 是神自己画出来的 所以从圣经的概念里面 只要谈到被救赎的团体 他就是唯一得救 就是一群 只有一群 那只有一群人 叫做得救 只要是得救 就是唯一 就是那一群人 那你会说 那这些人会很骄傲吗 还是怎么样 不会啊 因为这是神的作为 神就是特别拣选 这一群人 那我们人 倘若是在这一群人的里面 我们应当要非常非常的感谢神 因为神从万民当中 特别拣选 这一群人 曾做神的子民 那这个是旧约的概念 从只有一群人 那一直到了新约 新约也是一样 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的第二章 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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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 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 从前未曾蒙连续 现在却蒙了连续 阿们 这里是彼得长老 我们看到好像他是引用摩西 我们刚刚翻的那两节 所说的话 那用那个救赎的概念 对当时的信徒 信徒来讲 唯有你们 只有这一群人 称作神的选民 神的子民 所以第十节你看到说他在讲以前和过去的现在的对比 以前不叫做神的子民 那现在称为神的子民 那关键是什么 关键就是蒙了连续 要蒙神的连续联名 才能够成为神的子民 所以关键是什么 我们今天要问自己 什么时候才能够蒙神的连续 因为根据这节要蒙神的联名 神的连续 才能够成为子民 那什么时候蒙的连续 来看提多书第三章 提多书的第三章 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 提多书第三章 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 第五节 他便救了我们 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 乃是照他的怜悯 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 在这里 这一节也是在救赎论里面看到 很重要的一节 也就是说今天天上的神 是怎么救我们 救世人 他讲到救我们 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 也就是说今天天上的神 要救这个人 不是因为他自己的外在行为独好 可能他在这个社会上很有贡献 对很多的弱势团体 许多的帮助 甚至我们也可以说 他也相信耶稣 那也很虔诚 可是若没有经过神的连续 没办法成为神的子民 那他说这边是因为神的怜悯 我们才能够被救 那神是怎么怜悯我们 借着两项 根据这节 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从圣经的定义里面 我们看到 今天要成为被神救赎的那一群选民 一定要得到神的怜悯 那神的怜悯就是要经过这两项 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 不是因为我们的好行为 所以罗马书就是告诉我们 这叫做因性称义的道理 因性称义 因为我们今天相信耶稣 那照着耶稣 他只是人救赎的方法 我们经过了洗礼 起来之后我们蒙神称为义人 那所以罗马书在讲 不是因为世界上我们什么义 多么好 多么虔诚而已 不是 是因为我们经过了那个重生的喜 那并且我们也立志要行出义路 借着圣灵不断地更新我们 走在义路上面 所以要经过这样 才能够称为神的子民 我们会看到说 这个概念已经打破了我们现在 对所谓基督教团体的认识 大部分基督教的团体告诉我们 你只要是相信耶稣 你就是神的子民了 可是今天不是 从圣经的定义我们看到 若这个人 他即使相信耶稣 甚至很虔诚 为耶稣 甚至殉道也好 可是如果他没有经过 这个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 那他没有办法 被神称为被救赎的 那独一的一群人 所以这个是圣经的概念 那我们看到这里 我们心里思考一下 今天我是不是 能够被称为 那个唯一被神救赎的团体 我今天是不是 能够被称为神的子民 倘若我们领受了 那种重生的喜 因为使徒时代只有一种喜 经过了那一种喜 那我们又领受了圣灵 我们就称为是神的子民 那就是唯一得救 因为这是神的作为 如果我们是这一种人 我们应当要非常非常非常地感谢神 你看我们自己 何德何能 我们有比别人优秀吗 我们有比别人 在世界上有什么贡献 没有 甚至我们可能行为也没有很好 可是今天神救我们 我们就是在万民当中 若从圣经的角度看 就是从万民当中被特选出来的一群人 那个叫做救赎的团体 那在新约的概念 这个叫做教会 要经过洗礼之后 才能够成为所谓的教会 因为教会叫做专有名词 那第一个部分我们看到这里 我们第一个讲到所赎来的团体 是因为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 那在神眼中就是只有唯一一群人 那称作这个被救赎的团体 那也称作是教会 那我们第二个部分 我们要来谈 我们一直有谈到 你看到洗礼跟教会 这件事情分不开 那所以第二个部分 我们要谈到说 要经过洗礼 才能够称为被救赎的群体 也就是被称为教会 那我们提出三个方向 从圣经当中 从旧约就有预表 这件事情 那提出三件事情 第一件叫做方舟 第二个叫做歌礼 第三个叫做过红海 经过了这个 才能够称为唯一得救的那一个群体 我们现在谈第一个 我们谈到方舟了 来看彼得前书第三章 彼得前书第三章二十节 彼得前书三章二十节 二十节 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 神容忍等待的时候 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 借着水得救的不多 只有八个人 这水所表明的洗礼 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 也拯救你们 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 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 这里是新约 彼得长老 他在讲述旧约有一件事情 创世纪的时候讲到方舟 那他说当时借着水得救的不多 只有八个人 也就是挪亚这一家人 那他说二十一节说 这水表明的洗礼 所以旧约的时候 在神只告诉挪亚说 人的罪恶滔天 因此我后悔造人在世上 我要用洪水把他们灭绝了 所以你要去造方舟 那个方舟是按照神所指示的样式 所以神有告诉挪亚说 要分三层上中下 那上面还要有一个透光处 那要带一公一母的 什么东屋进去 那等等 那开始造的时候 挪亚就开始在传异道 告诉大家 哎呀洪水要来了 大家赶快进来 没有人要信 没有人 只有 所以只有他们家八个人得救 那所以呢 洪水来了 那门就关了 当方舟的门关的时候 圣经上说 大地的泉源裂开了 地上的大地的泉源裂开 那天上的窗户也倒下水来 上下 整个方舟都被水来包覆起来 那其他人怎么办 没有进方舟的人怎么办 灭亡了 那我们会说 这个怎么 这么残忍 没有 因为神有给所有的人机会 把握时间赶快进到方舟来 可是那些人认为 可能没有那个急迫性 可能也认为说 哇 这个 什么时代了 过世界 过得这么好 怎么可能会毁灭世界呢 所以当时的人 嘲笑挥亚 不用进方舟了 后来没办法 没有机会了 所以这些没有把握机会的人 就在洪水外灭亡了 那我们会思考 那为什么当时神不叫挪亚 造十个方舟 如果他造十个方舟 这不是更有说服力吗 当他们去传义道的时候 神说要毁灭世界了 赶快大家进来方舟 若有十个 那个说服力不是比较强 可是按照神的旨意 神指教挥亚 造一艘方舟 就只有一艘 因为这是神救人的一个方法 他指示好的 那要进入方舟才得救 所以我们只能想 这个是神的作为 得救只有八个人 其他人没有得救 那这一八个人叫做唯一得救的群体 那他们是进入了 那个独一的方舟里面 那独一的方舟 那到了新约讲 他是借着水得救 也就是说今天 经过了那个洗礼之后 那经过了洗礼 那方舟就是被大地的 这个水包覆 上下左右都有水 所以经过那个水 进入方舟得救 那新约的概念就是说 当你经过了洗礼 才能够成为所谓的教会 所以你看到 只有一艘方舟 在神眼中 那个方舟叫做 神用来救世人的方法 人要进入这个方舟 才能得救 不是说我自己开一条路上去 没有 路是神造下来的 人要顺服的 要得救的就是进来 那这都是神的作为 那我们看到 这个第一个我们讲到 所以要借着水 才能够得救 也就是今天 我们今天所有的世人 一定要经过 那个唯一的一种洗礼 才能够得救 那只要是得救 那就是唯一 因为这是独一真神 他世下的得救的方法 第一个我们谈到 方舟预表教会 第二个我们谈到 歌礼 歌礼预表洗礼 来看歌罗西书第二章 歌罗西书第二章 十一节 歌罗西书第二章 歌罗西书第二章 十一节 十一节 你们在他里面 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 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 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 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 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 阿们 我们看到 在新约这个时候 保罗写信给歌罗西教会 他谈到 你们在他里面 也受了不是人所行的割礼 那他讲到这个割礼 是什么意思 十二节说 你们既受洗 所以 在旧约当中 一旦谈到神的选民 他一定要经过 割礼 所以在这个割礼的内容里面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明白 在创世纪 在十五章的时候 神就对亚伯拉罕说 那你要离卡 这个 之后我会祝福你 你以后的后裔 会像天上的星 海边的沙 这么的多 那个时候 十五章六节的时候 就记载 亚伯拉罕信神 神就以此为他的义 所以那个时候 神已经称他为义 可是 是不是就信就好了 不是 到了十七章之后 创世纪十七章 十七章的时候 神跟亚伯拉罕说 你和你的全家 要有选民的记号 那个记号 就是要受割礼 他说 若不行割礼 也就是 男孩第八天 要割包皮 那这个代表选民的记号 那这是神指示的 要有这个记号 才叫做选民 没有这个记号 不管 当时 亚伯拉罕那个时代 也很多人 甚至很多 甚至拜神的人 也有他们的宗教信仰 甚至很多人 是造成 很多造成墙 或者 弹琴 吹销 很多 世界上很多贡献的人 可是 不是神的选民 他说 若没有割礼 没有行割礼 不属你这一家 所以 那个时候 要成为神的选民 只有一条路 就是你要赶快成为 亚伯拉罕的后裔 那亚伯拉罕的后裔 他说要经过就是 割礼 那若不割礼 他说 要从民中 剪除 所以 这个告诉我们 要有割礼 才有记号 那从新约里面 要从旧约里面看到 经过了割礼才叫做神的选民 不论他行为多好 没有割礼就不是 那到了新约也是一样 新约我们刚刚看到 歌罗西书里面 他讲到 一定要经过洗礼 经过了洗礼 现在不用割礼 因为神 说用洗礼成全 那经过了洗礼才可以成为那个唯一得救的群体 唯一被救赎出来的群体 那只有一群人 就是经过洗礼 那使徒时代只有一种洗 就是照着那一种洗 才能够称为是神的选民 所以我们一旦看到 不是称作基督徒就是神的选民 不是 要经过那一种洗 来看以福所书第二章 以福所书第二章十一节 以福所书第二章十一节 十一节 所以你们应当纪念 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 是称为没受割礼的 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 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 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 在以色列国民以外 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 并且活在世上 没有指望没有神 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 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 靠着他的邪得以清净了 阿们 所以这里看到 保罗写信给以福所教会 那当时这些是信徒 那这些信徒 他说你要回想 你以前不是信徒 不是称作神的选民 他说你按肉体 十一节说 按肉体 就是叫做外邦人 外邦人就是 非 就是没有经过割礼的人 那就是叫做外邦人 那外邦人是跟神的诸约 没有关系的 就是说不是神的选民 很热忱耶 可是不是 那他说要怎么样 以前本来跟基督无关 那但是在这个诸约上 是局外人 没有经过割礼 就叫做局外人 那他说 在世界上没有指望 没有神 可能每天都活着 每天或许 也有一些生活的目标 甚至可能也过着 幸福快乐的日子 可是 是空虚的 跟神没有关系 倘若一个人 活在世上 跟神 没有关系 那很枉然 在世上走这一生 一定要在把握 还活着的时候 要和神有关系 那他说 要怎么样和神有关系 13节说 要靠着他的邪 才能够清静 所以一样 又谈回来 要靠着主耶稣的保邪 那主耶稣的保邪 什么时候才发生功效 叫做洗礼 在洗礼的时候 圣灵 水 邪 见证 这是神的洗礼 的见证 那若不经过这个血 不经过这个洗礼 根据这节圣经 叫做 局外人 可能在生活上 有很多的目标 很多的贡献等等 但是很可惜的 在神的诸约上 是叫做局外人 所以 今天我们要成为 神的那 独一被救赎的群体 一定要经过洗礼 一定要经过洗礼 我们看到都是在讲同样的道理 第三个 我们提到 就是一直在提的 过红海这件事情 来看 哥林多前书 哥林多前书第十章 第一节 哥林多前书 哥林多前书第十章 第一节 第一节 弟兄们 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 我们的祖宗 从前都在云下 都从海中经过 都在云里 海里 受洗 归了摩西 我们看到这里 这里 在新约的时候 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 那告诉他们 引用旧约的一些见解 那旧约那个时候 本来还没有谈到 受洗这件事情 只有救赎的概念 那所以 但这里讲到 我们的祖宗 也就是旧约的这一群 独一的选民 神从万民当中 拣选他们出来的 独一的会众 那这一群选民 从海里经过 那后来第二节讲说 都在海里 受洗归入的摩西 那他在讲经过红海 过红海的这个过程 叫做受洗归入摩西 那摩西预表基督 所以今天告诉我们 这个过红海的事情 新约解释 那个叫做洗礼 受洗归入基督 那经过了洗礼 才能够称为 神的那个独一的会众 来参考 使徒行传第七章 使徒行传第七章 三十八节 使徒行传第七章 三十八节 三十八节 这人曾在旷野会中 暗西乃山上 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 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 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 传给我们 阿们 使徒行传第七章 这个时候是当时有个人 叫做尸体凡 神的选民 神的使徒 那他站起来 要像当时的犹太人 因为他们不信耶稣 要来告诉他们 我们所拜的这个神 就是耶稣 所以他对旧约的历史很清楚 所以他在讲 三十七节说 这个摩西 那三十八节说 这个人在旷野的会中 那这个会中 那个原文 就是教会 尸体凡在灵的感动下 他称 旧约的那独一的那一群选民 被救赎的那一群会中 他用教会这个字 来形容当时那一群选民 所以教会这个字 新约才有 旧约的那一群选民 在圣灵的感动下 尸体凡称他们 这一群被救赎的会中 叫做教会 那所以他说 在旷野的会中 那当时他们是怎么样 他们也是 我们说一样 从埃及出来 经过了红海 才开始在旷野里面走 那他还是要经过 这个过红海的洗礼 所以对新约来讲 我们讲到 过红海叫做受洗 受洗之后 你才能成为 那个独一得救 被救赎的群体 也就是教会 所以我们不知道 我们以前的 这个观念是怎么样 但是我们看到 从圣经里面看到 若没有经过圣经 合乎圣经的那一种洗礼 圣灵的人帮你洗 不管我们的行为 可能甚至小弟也要向大家来学习 可能我们都有很高尚的品德 可是在神眼中 很可惜还不是唯一得救的群体 要经过那独一的洗 若不洗 圣经的概念叫做局外人 不能称作是教会 那也只有一群人 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 从万民当中 特别被拣选 成为神的子民 神的选民 所以我们若是相信 全世界只有一位神 祂的名字叫做耶稣 独一的神 设立独一的方法 人要得救叫做 经过祂的教会 要经过教会 称为教会 那也所以只有一个教会 独一的神 设立祂独一的教会 那也就是祂的这个群体 唯一得救的群体 要怎么样成为 这个唯一得救的群体 经过洗礼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有这个概念 我们彼此来勉励 我们看到我们世界上 有许许多多 小弟都觉得很难过 很多人活在世界上 没有指望 没有神 我们应当要把握时间 赶快进来这个 唯一得救的教会里面 只要谈到教会 圣经的概念就是 唯一得救 因为只有这一群人 因为这是神所设立的 倘若我们还没有在这个教会以内的 小弟真的凭着基督 耶稣的怜悉 我们要劝大家 赶快把握时间 进来这个唯一得救的教会里面 那我们已经在这个教会里面的人 我们要非常非常的感谢神 为什么很多人从小在教会长大 说了这个也不能做 那个也不能做 其他教会都可以做 为什么我们不能 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身份不一样 不要离开这个属灵 神所设立的唯一得救的教会 因为只有在这里面才有得救 只要谈到是所谓的教会 就是唯一 所以我们在里面的人 我们应当是要很感恩 我们是谁 神竟然拣选我 我何德何能 配得神的救赎 那如果我们周围的人 可能从小在教会长大 远离了这个唯一得救的教会的人 我们要赶快的回来 因为只有在里面才能够得救 因为这边就是主耶稣亲自设立 唯一得救的教会 我们若有这个概念 我们是唯一被救赎的群体 因为我们经历过那个唯一的洗礼 我们应当要非常非常看重自己的身份 赶快回到这个独一被救赎的群体里面 分享到此 一起唱赞美诗